文物兼兆民眾哀嘆荷包縮水之際 店家也傳出掌聲響起 經濟部預計在三月中旬召開店家審議委員會 討論四月是否調整店家 傳出特高壓用戶調幅最高超過一成 民生用店則研議不分級距全面調帳 將影響一千三百五十七萬家庭用戶 經濟部長王美化回應 台電目前持續快損 如果沒有政府預算撥補或調漲店價 在年底會有財務危機 並重申一切都仍未定案 有待規劃討論 但用戶大戶會承擔較多的義務 並會在設計上減緩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三百三十度以下的電費是1.63元 但是我們台電的發電成本 是不含稅是三點九三 含稅是超過四塊錢 所以這個整體我們都會一起考量 經濟部次長也是台電代理董事長 曾文生表示 三百三十度以下民生用店 在二零一二年有店雙漲時沒調漲 二零一五年時還連降三次 正在台電立場 希望能做討論 因為這一個事情是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原來沒漲價的被降價 我覺得這個事是應該要有一些新的討論 那我們主要是這一個部分 有在設想過程不重要 雖然調漲方案還沒定案 但台電連連虧損 希望提出過去三百三十度以下用電 不漲反降的乖離問題 讓現在低於成本的民生 工業電價合力化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電用理電話 姜七的討論 接着